大家好 歡迎來到黑熊V泰國 泰國鬥知識 我是黑熊 加世德 蘇富比 邦漢斯 羅浮奧 你各位有聽過嗎? 以上都是國際集拍賣會 那你知道泰國有拍賣會嗎? 這一集泰國鬥知識 黑熊要帶大家認識 泰國第一個拍賣會 曼谷合成藝術品拍賣會 RCB Auctions 是行家當然要看 但就算你跟黑熊一樣是門外漢 想要培養賤賞力或是小試身手 那根本能錯過這一集 因為這個拍賣平台的特色正是 有很多起標價不高 只要數千泰駐的小產品 是一般人也能入門的好選擇 說不定你會買到百倍價值的大祕寶喔 而且就算你人在海外 也可以線上競標 黑熊這一集會實際操作 那我們開車吧 RCB Auctions 是泰國第一個正規的拍賣會 始於1985年 是由曼谷合成River City Bangkok所創辦 歷史悠久 是泰國藝術品和古董交易的集散中心 泰國作為東南亞貿易中心 匯集了很多古董珍品 吸引許多來自各國的收藏家 專程來這裡參加拍賣會尋寶 再高價轉賣 拍賣會一般是每兩個月舉辦一場 分別是在2月、4月、6月、8月、10月、12月 其中4月、8月、12月則是大型拍賣會 Grand Auctions 拍品更多 而且會有很多稀有的物品出現 疫情期間以線上拍賣會為主 每個月都會舉辦兩場拍賣會 分別是限時拍賣 Time Auction 和即時拍賣 拍品件數一般每場至少約350件 雖然疫情期間減少了 但是每一場還是約有100件左右 拍品主要有8成來自泰國 種類主要是瓷器銀器、家具藝術品 未來還會增加像手錶、珠寶、古董相機等物件 會不會有包包呢? 拍品起價從千元到百萬都有 所以不管你是拍賣新手或是行家 都可以在這裡挖到寶 那有什麼是泰國特色藏品呢? RCP拍賣會的亮點拍品是班加龍 一種具有代表性的泰國特有瓷器 以黑、綠、黃、紅、白、五色為主 繪製出獨特的泰國圖騰 現今有收藏價值的班加龍 大約是武士王時期 由中國池都景德鎮代工製造 對你各位沒有聽錯 中國江西景德鎮的瓷器非常有名 而泰國的王室、豪門貴族 會把設計的圖紙與代工費用 交給幸運的泰國人 外派到中國監工 畫面上看到的拍賣品 中式瓷器加上泰式圖騰 真的是別有風味 泰國藝術家的設計加上 中國景德鎮製作瓷器的高超技藝 成就非常經典在市場上很搶手的班加龍 除了班加龍 黑熊在2020年的RCP大拍賣會上 看到過兩件19世紀時 仙龍王室送給當時法國貴族的禮品 精美的金屬茶壺 曾經在法國展出之後再輾轉回到曼谷的拍賣會上 當時泰國不應該說鮮羅的硬派武力 無法對外擴張殖民 但是他們的軟實力透過設計與超能力 卻讓列強認識鮮羅 看見泰國 這是泰國人在19世紀時 一直有展現Pride的方式 那RCP拍賣會至今 成交價最高的收藏品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班加龍 而且還是在疫情期間喔 2020年12月從起拍價120萬泰銖 直到最後以330萬泰銖成交 記得嗎?黑熊之前影片中有說過 危機也是轉機 很多人也是從疫情中進場找到商機 找到他想要的寶物 作為泰國第一個有規模有制度的拍賣會 除了實體也結合線上拍賣平台 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參與線上即時競標 RCP使用的線上拍賣平台跟蘇富比 多幅化保利 與真國際等拍賣會是同一種系統 在拍賣會開始前 通常是2週前會有拍賣品預覽 如果無法到現場見賞 也可以在線上行路透過高解析度的照片 預先做功課 那黑熊就來直接註冊參加9月18日的拍賣會 註冊呢很簡單 可以在RCP Auctions網頁 或是在iOS安卓市集下載APP 黑熊選擇用網頁版 按下註冊填上基本資料 像是姓名、E-mail、電話、所在地地址等等 再來就是提供信用卡授權認證 這是避免你來亂標 那最終付款可以用信用卡、電匯或是現金完成交易 註冊完之後會有一個會員號碼 那跟實體拍賣會不同的是 線上拍賣會競標時只會顯示會員號碼 泰國人愛面子也比較客氣 如果和同好有共同喜歡的拍賣品 會不好意思出價 那在線上匿名就沒再跟你客氣的 RCP線上拍賣會 有黑熊之前提到的兩種形式 限時拍賣是要在限定時間內去出價 通常是兩週 截標時出價高者得標 另一種是即時拍賣 時間更短通常是2到3小時 黑熊這次要參加的大拍賣會就是這個形式 所以非常的刺激 好那註冊好了 我們就進入看看 這次的拍賣會有120件展品 正下方可以看 我們看到右鍵點擊 另開視窗可以看到詳細資料 語言介面可以在右上角切換 不過是Google翻譯 左上角就是拍賣會現場畫面 有兩位拍賣官以太音雙語進行 左中就是拍賣畫面 這邊可以看到別人出價 然後再下面一點就是自己出價的按鈕 小心不要按錯 再下面一點點會看到拍賣場收的手續費 比例是出價的15% 右邊是正在拍賣的商品 點圖可以放大 整個UI介面大概是長這樣 黑熊全程參與這場拍賣會 這時間還蠻長的 大約是2到3個小時 那我們就看幾個高潮片段吧 439 1 3303 Then 31900 31900 339 'ckiminib Texan 1 3 2 42 $42,000 by number 439 Now the price is $45,000 $42,000 by number 439 -312 ให้เรารเดราคา 45,000 ขอไปที่ 50,000 -439 ให้เรารเดราคา 50,000 ขอไปที่ 55,000 $50,000 uplink by number 439 Now the price is $55,000 $50,000 by number 439 3...1... 2... 3... 如果你有得飙 可以到现场取件 或是由快递运送 拍卖会处理过各式各样贵重物品的包装与寄送 所以不用担心 RCP拍卖会还算蛮好玩的 就算黑熊这次来凑热闹也是非常有趣 黑熊很敬佩RCP拍卖会的经理 冬采先生 他在这边任职30多年了 不知道你各位有没有看过漫画猎人 很久没有更新了 这个冬采先生他不需要练成你 因为他已经有很强的鉴赏能力 他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物品的价值 如果你有产品想要卖 你可以联络他联络RCP拍卖会 之后你可以关注RCP的网站和社群 以及我们看见泰国 我们会陆续更新拍卖会的消息 培养鉴赏力学习投资 说不定能挖到宝 黑熊V泰国泰国都知识 我们下次见 拜拜